聽說剛才雄姓寬詛咒我 待會看那個高米B現場演出會不會翻車 搞不好有機會翻盤 對 我需要看一下稿 因為 雖然我剛才的表演沒有翻車 但是我不想像他一樣 在金曲獎上面卡池 她說我愛上了一命日子 在海底面都是她 誰會去指向指道去見到她的盡用一瞥 就留著真是那一切 她聽到了問是否真如此愛她 在感染端的所有根 忍耐漫長的但不許怪她 現在的苦難全都認 可你的回答 若是因為她 要是安慰加上風雨吹打 只要想回答 我就不會怕 她聽到她笑了笑 好 若你真的如此想得到 那你必須化作一座市場 成熟能孤獨的考驗至少 五百年時曬 五百年風吹 五百年雨淋 想什麼時愛 想怎麼時愛 想怎麼後悔 看過誰空 沒看過人頭 沒看過的宿命 忽暖忽明 忽然忽近 任意注定 於是她獨自在那裡處理著 錯過的每年都不斷注意著 任何放鬆過的人 像是被勾走了鬼 那男人就這樣錯過了 卻留著了 卻做了神 是否仍然 是她仍然 沒有接到仍然的聲音 還比自己冷靜 要相信這命 於是她忍著 天又變冷了 從如此深刻 她已經斷了 聽說剛才雄姓寬 詛咒我 待會看那個高米B現場演出 會不會翻車 搞不好有機會翻盤 對 我需要看一下稿 因為 雖然我剛才的表演沒有翻車 但是我不想像她一樣 在金曲獎上面卡池 OK 所以 好 那我開始囉 我開始寫《饒舌》之後的第一段演出 是在我高二的時候 我們學校的熱音社成發 當時我身為幹部 我就非常的恬不知恥的 在眾多熱音社的經典歌單當中 塞了一段我自己的饒舌solo表演 蠻爽的 我還記得很清楚 當時快輪到我的時候 我全身的感覺就是 腸胃翻滾 口乾舌燥 一直甘惡 一直咳嗽 我當時覺得我應該是 I'm nervous as f*** Yeah 但 加入台大西演社之後 表演的機會就逐漸變多 我一路從台大的學餐餐廳 唱到Revolver 從破牆唱到Pipe 從The Wall唱到Legacy 再唱到Zap 從台大杜鵑花節唱到大港開唱 從大嘻哈的錄影棚 唱進來北流 但是 每一次在上台之前 我都還是會忍不住的 一直緊張 一直甘惡 一直顫抖 像我剛才在後面一直在咳嗽 但是我現在才發現 那其實根本就不是緊張的感覺 那是腎上腺素飆升的時候所帶來的興奮感 這我感覺就像在告訴自己 The show is on 這我感覺更像在提醒自己 你是有多麼熱愛演出這件事情 我想要感謝超級多人 我想要感謝當初一起在Revolver 大喊互數不渡的台大戲演的兄弟們 我想要謝謝楊書雅 你在我誰都不是的時候 帶我一起演了我人生的第一場音樂季 我想要謝謝李懿賢 在我還沒上節目之前就帶我到處去露面 我想要謝謝羅莎莎 你讓我成為了一個合格的Vocalist 我想要謝謝張琴跟小安 你們是我現在的生涯背後最重要的兩個人 我想要謝謝大嘻哈時代 二位我的生涯開了一扇大門 然後我想要謝謝 所有願意花時間跟金錢買票 來看我的表演的粉絲 能夠把你們唱哭是我的榮幸 然後最後 因為這個禮拜 剛好碰上了亞洲音樂大賞 夜間限定專長跟經營獎 所以我想要感謝一下 我們這些演出所有的團隊 你們都是最棒的 最後的最後 我有些話想要對在場的 所有音樂藝術家說 創作是我們的頭腦 演出是我們的心臟 正是因為我們 非常熱愛這兩件事情 身為藝術家的我們 我們才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自己還活著吧 謝謝